卫福部许姓秘书处长被曝出了婚外情 而卫福部对此表态 事件属于私领域 不会惩处 不过呢 他本人倒是道歉了 他说未来呢 会谨守本分 深刻反省 派能够求得原谅 不过呢 那么之前呢 这个卫福部的态度呢 也惹来了 国民党立委的抨击 认为说呢 依照这个公务人员服务法 他已经违反了不得有损害公务员名誉 以及政府信誉之行为 而立委林维州更加码爆料 听闻食药署某检任官员 也将要爆出类似的桃色事件 难道哦 这个卫福部已经成了桃花枯了吗 OK吗 针对卫药事件 仔细向媒体说明 卫福部秘书处长许朝成 过去担任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时 经常公开受访 如今再次公开发言 却是为了婚外情风波致歉 许朝成一改日前否认到底的态度 在脸书发文写道 因个人行为不当 伤害了家人 也造成机关及长官的困扰 像太太双方家人 以及工作同仁致歉 未来会谨守本分 深刻反省 判能求得原谅 而许朝成的职务 似乎未受风波影响 涉及到公务的这部分的话 那这部分当然会就会再进一步的处理 这是私人生活的问题 那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卫福部表态不处置 让国民党立院党团大力抨击 搬出公务员服务法 认为许朝成 以违反不得有损害公务员名誉 及政府信誉之行为 立委林维州甚至还加码爆料 听说了 持要组的检任命 检任官员 最近又会爆出这样的事件 所以这个卫福部好像变成桃花枯 你们到底是受益 你凭什么认为这是私领域 不用组织 封外请车证 没有损坏公务员名誉吗 面对桃色风波 卫福部到底是公司分明 还是避重就轻 在线争议 这是陈寗盖儿第 台北报道